大家好我是Jerman 我現在人在南京復興站附近 今天會來到這裡 主要是因為我看到新聞在報說 最近有一間很酷的 機器人牛肉麵店 就是我背後的這間 愛羅爸牛肉麵店 聽說整間店的牛肉麵 是機器人煮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體驗看看 走吧 好 各位我們要來點餐了 然後它從點餐開始 就全部都是智慧化的 就是用電腦點餐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平板 它的刀削麵跟牛肉拉麵 定價是140 特價139 然後有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乾麵 基本上賣的就是一般 牛肉麵店會賣的東西 差異沒有到很大 那我們今天點它的套餐看看好了 價一部 149 149 300塊 金額是 還可以選錯位喔 它會自動偵測你點幾碗 才能選幾個位置 選的位置真的是蠻好玩的 可以用悠悠卡什麼的付款 選擇悠悠卡 有耶 交易完成 超快的 各位我們今天拿到餐點了 那在開始吃之前 因為我們剛一點完餐就要馬上衝進來拍 它就馬上在製作餐點了 那真的很酷 他們從那個麵糰掉下來 然後就有輸送袋 然後會有機械手臂去夾那個麵 然後丟到那個湯裡面開始煮 然後煮煮煮煮完之後呢 還有另外一隻機械手臂 去把碗吸起來 然後肉倒進去 麵倒進去 然後最後再用一個輸送袋送出來 再加湯啊 加蔥花 那我作為一個理工科技北宅 就看到這種輸送袋跟美食結合在一起 就覺得啊 這個畫面蠻療癒的 那我們點了兩個口味 是套餐 原本是189 然後剛剛跟老闆聊天聊了一下 老闆說現在特價149是因為 他們其實在試營運 然後還是畢竟是第一次全新的 還是有些BUG 所以他說就是 可能歡迎大家來幫他們比BUG 那如果你希望比較穩定的話 可能過一陣子再來 可能會比較穩定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來吃吃看 我點了一個是拉麵 那湯頭應該都一樣 應該都是紅燒湯頭 那給機器人組的好處 我剛剛有特別觀察 給機器人組的好處是 他肉量全部都是固定的 然後會有一點點的胡蘿蔔 然後一點點的蔥花 我們先來吃一下 那他單點牛肉麵的價格是 149 149這個價格 畢竟是在中南京復興 我覺得說真的也沒有到很貴 因為我看評論 有些人覺得這個價格有點貴 我是覺得還好啦 一般般 但也沒有特別便宜 就正常的價格 我覺得拉麵的這個麵條 算普通 沒有到特別硬或特別軟 就是一般般的拉麵的麵條 雖然是紅燒的 可是他的牛肉湯 油脂並沒有很多 調味也沒有很重 算是比較清淡的紅燒 所以剛剛他們也有推薦我說 加一點點辣油 可能還是要加辣油會比較符合 重口味人的那個需求 嗯 加一點辣油油好一點 接下來重點 這個牛肉塊 看起來 油花的分布是滿漂亮的喔 吃起來有點像馬漢大餐裡面的牛肉塊 只是大家都更大塊很多 因為馬漢大餐裡面的牛肉塊比較小塊 接下來來試一下刀削麵 那刀削麵因為湯頭跟肉都一樣 所以我就試麵的部分就好了 我比較喜歡刀削麵 刀削麵因為它的麵條 這個線條的曲線 可以帶出更多湯汁 所以一口氣吸上來的時候是 這層次我是更喜歡的 它前面QQ的 挺好的 好了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機器人煮牛肉麵店的體驗 綜合來說我覺得點餐 還有這個機器人在製作麵的過程 很療癒很新奇很特別 那麵的口味我覺得就是 一般台式的牛肉麵 並沒有說到特別的經驗 或者是特別的好或特別的不好 我覺得就OK 我覺得如果你是對機械科幻喜歡的人的話 也是可以來這邊來朝聖一下 不過老闆剛剛還是有特別跟我講 就是他們還在試營運 所以很多bug 就是可能做一做 麵會卡住 或是怎麼樣 就大家多多擔待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一個機械跟麵的結合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這個系列可以按讚 不得了 不要也可以按讚 如果然後呢 如果有一個機械